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,掌握春节全市交通路况,台南市警察局打写空中站,运用空排机一粒及时输运。 台南市警局在春节期间事先规划252处交通港外,针对异庸色路段并出动空排机提前掌握先机,让执勤远景可以提早因应。 交通大队勤务中心也透过电视墙全天后监看主要路口状况。 今天上午台南市各地交通顺畅,预计下午安平地区车流较大,中山高台南大湾交流到下平面道路也会受到高速公路车潮影响,预期应会出现拥塞情形。 交通大队表示,去年农历春节期间即运用空排机掌握偏远地区交通状况,今天扩大运用,尖峰时段机会上空,且为解决及时交通问题。 意见至跨部门LINE群组,整合市府交通局、公务局、公路总局、公务段及国道高速公路局,适时提供相关道路资讯并共同解决问题。